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投射片 周老师每天在这个地址群都会发日经济 然后很多网友很好奇 老师你日经济发什么内容啊 然后我接下来给大家念一篇周老师的日经济 然后是周老师写的 然后这个文章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们一定要认真听啊 然后周老师也会对这个文章进行一个讲解 我们今天叫做投射片 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外面的世界都是你的投射吗 我们常借有处理外在危机来象征性的解决内心的危机 所有显现在我们内心的都会被外在化 如果你遭受生活的危机 婚姻的危机 事业的危机 信心的危机 然后你告诉我 因为我事业失败了 所以我常常很自卑 面临信心的危机 常常听到很多人告诉我 我的婚姻面临危机了 因为我的先生或太太有外遇了 而我们之间没有办法沟通 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一般我们所认识的自己 是外在危机发生之后产生恐惧的不安 这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你的本性 一个没有找到本性的人会觉得 因为我的事业危机 所以我的信息危机 因为我的婚姻危机 所以我对人性充满了失望 但是我们追求的身心灵不一样 所有外在的危机 都是你内心危机的外在化 我们常借由处理外在危机 来象征性的解决内心的危机 举个例子 台湾经济在走下坡路 让很多人开始担心年轻人的未来 各个行业都比较萧条 年轻人赚的钱越来越少 将来不知道怎么养活自己 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有经济危机吗 简而言之 就是全社会物质比较丰富 但是心灵的丰富 却没有相应的增加而造成的 当你很穷的时候 目标很简单 很明确就是赚钱 当一个社会普遍处于贫穷 千天万万的人目标很简单 就是要钱的时候 这个时候生命有没有意义呢 有没有挑战的目标呢 有 当社会所有人都有钱的时候 接下来的目标在哪里 大家都很明确的告诉我 花钱 享受 活得更长一点 其实大家不太容易找到答案 对不对 当社会里 大家都有钱的时候 缺乏了原来的目标 心灵就会产生空虚 当这个社会都有钱了 整个社会的层次反而没有提升 未来社会需要开始追求 更上一层楼心灵的从事 可是我们的社会 当大家开始慢慢有钱以后 却渐渐的失去了生活的本来目标 比如很多夫妻 在奋斗的时候感情非常好 有了钱就开始作怪 当一个家没有钱的时候 小孩子很团结 大家都很乖 当这个家有钱的时候 我们都要用钱来打发小孩 常常我们家会因为有钱 而失去温暖 婚姻会因为有钱 开始寻找其他的目标 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人心 没有因为经济变好 而找到灵魂的目标和挑战 所以我们的社会经济再掉回来 再掉回来没有钱的状态 以至于变成有钱 又是大家共同的目标了 就好像如果一个人失去了 生活的重心和挑战 他会生病 常见的就是头晕 自律神经失调 因为他已经缺乏目标 这实际上是内心的危机 如果说社会面临经济危机 实际上是心灵的危机 是心灵缺乏价值感 因为你不知道活着干什么 没有钱的时候你很清楚 活着就是要赚钱养家糊口 当你有了钱以后 你根本找不到下一个目标 我向各位保证 这样的人 他会掉回没有钱的状态 因为这种状态下的目标很明确 这就是痛苦的轮回 也是我们来到世间 为什么一直在玩贫穷和有钱 之间轮回的这个游戏 我们一直在玩自我的游戏 历代经济也是在玩自我的游戏 自我的游戏就是在很穷的时候 唯一生命的目标 跟生活的意义就是把孩子带大 家里要有饭吃 买个房子车子 就觉得很满足了 但满足之后呢 我们很少会问这个问题 当你有钱 可是心灵能量没有起来的时候 你会掉到没钱的状态 以至于你又有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就是要赚钱 因为我们一直把钱设为自己人生的定位 我曾遇过很多不想上学书 念不下去的孩子 我经常能感受到他们面临的 补习功课的危机和内心的危机 因为这些孩子从小到大 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到慢慢长大的时候 他们卡在要完成父母的期望上 要变成父母眼中的好孩子 做自己之间找不到平衡点 所以他掉下来了 这样的孩子父母很惊讶 因为他们从小很乖 很听话很上进 怎么到了关键的时候就掉队了呢 因为他面临的根本就是自我认同的危机 当慢慢长大的时候 他不晓得他要做自己 也没有办法符合父母的期待 因为他的自我也出不来 所以这就是自我认同的危机 所有的危机都是内心的危机的外在化 各位同学 过去你不断的在处理外在的危机 可是今天我要告诉你 开始思考一件事 比如当你碰到事业危机的时候 可能不是事业危机 而是你对自己的信心产生的危机 因为你根本对自己信心不足 所以当你要转行 当你的事业更上一层楼的时候 你不敢迈出那一步 过去一直认为 我们被外在的环境所决定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外在的环境是由你的心念决定的 但是心念不是说人家打我 我却不生气 或者说我的事业没了 我不要难过 我们要找的心念是更深层次的 创造性的心念 比如说 其实你的婚姻危机 真的是你的婚姻危机吗 它是不是你内心的危机 它是不是你安全感的危机 会不会当你在处理婚姻危机的时候 其实是你在处理对自己的信心 你如何真的回过头来看你的内心 把你从小到大 遇到的危机念一遍 常常精神有疾病的人 会想去拯救这个世界 仿佛明天世界就要毁灭了一样 任何想要赤手空拳 拯救这个世界的人 其实他想要拯救的并不是这个世界 而是他自己的世界 正在濒临毁灭的边缘 所以他内在的危机 投射到了外在的世界 其实他拯救的是他自己 如果你想拯救这个世界 首先你得拯救你自己内心的世界 其次你得先拯救你自己一个人的世界 你再来拯救你所看到周遭的世界 如果讯序颠倒过来 那就本末倒置了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不太好 我们需要先改变我们内心的世界 因为外在的世界是个幻象 我们内在的世界才是实相 众人外在的事项就是集体内心的投射 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个世界 或者想改变一个人的职业 未来人际关系很简单 你必须从改变自己内心世界开始 这篇文章其实写得非常好 它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外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内心世界的显化 求人为什么穷啊 因为他内在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贫穷 充满了匮乏 你处于一个匮乏的状态 根据宇宙心理法则 你就会吸引更匮乏的人格 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给你创造一个项叫做匮乏 内在丰盛外在才能富足 当你内在是丰盛是富足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吸引 让你丰盛让你富足的人和事 出现在生命当中 组成一种境遇 让你看到财富 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就像投影一样 那个投影步上之所以能够投投影 是因为那个投影员 改变投影员才能改变那个投影 我们人活在两个世界里 一个是闭上眼睛感受到了内在世界 一个是睁开眼睛感受到了现实世界 其实外部世界是由内部世界决定的 物质世界是由精神世界决定的 记住这句话 内在丰盛外在才能富足 记住这句话 外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你自己 外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内心世界的显化 所以从今天开始相信自己 从今天开始相信自己原本居足 相信自己本身就是富足 相信自己本身就是财富 然后你就会活出来那种原本居足的状态 活出来财富的那种状态 今天的分享大家可能要最少听三到五遍以上 而且如果再不明白的话 可以看周老师推荐的书籍 遇见未知的自己 世界上最神奇的24堂课 包括周老师的一些 其他关于这种潜意识 心理层面的一些讲解的书籍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们有帮助 感恩大家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